应该说没有什么变化的空间 除非你就是 除非你就是放掉排名在前的选手 你宁愿用排名在后的选手来出赛 那这就是一种唯一的变化 是 那么上林婉清跟林小敏 算是比较年轻的选手 是 那么林婉清是生在1991年 今年世上是只有 不到25岁 林小敏是生在1996年的12月 今年只有19岁而已 变化开了 945岁 现在 个子比较想吃林婉清 个子比较高 这个林小敏 整个攻击的林婉还是 看起来还是白亦波跟西亚清的林婉性较好 对如果说一组专业的双打 没有办法打赢这个两位单打合起来的临时凑成的双打 冠军 那这个相对的就是你如果你的速度压不住他们的话 他们的速度比较能过去压制这些双打的线数 对 现在发球的是林小敏 准备发一个长球了 造成对手 反拍的失误挂网 好 现在比分应该4比4了 继续由林小敏来发球 对 而且打的太消极了 比较没有想看到这个挡上的这样动作吧 随球上网做的比较少 发长球 这球打的还不错 有调动到对手 好球好球 嗯 林婉清的第二拍的重拍还不错 那么去年林婉清跟林小敏在冠军赛里面是直落输给了吴地仁跟谢贝珍 其实两局只得到22分 好球 嗯 这一拍压得很快 出界出界 嗯 好 现在林婉清跟林小敏在第一局呢 第一次能够领先对手两分 嗯 这段期间 哦 可惜 林婉清这球 嗯 没有处理好啊 7A 你现在应该是8比7 好不错 突然改变的方向 林小敏 嗯 轻轻的一波 轻轻的一点 轻轻的一点 嗯 嗯 直接了 林婉清跟林小敏 现在都是台北市立大学的先生 所以 这里面有3个台北市立大学的先生 那这个 吉亚清 莫利提到 对 不过现在这个林婉清 他现在应该是属于 呃 研究所的学生嘛 嗯 好 林婉清是 他是 二年级的学生 嗯 好 好 林婉清跟林小敏呢 好 在一连串的攻势之后 尤其在5比6落后的情况之下 打了6比2的攻势 现在是11比8取得3分的领先 整体的这个轮转啊 似乎来说 还是林婉清跟林小敏来的比较好 但是攻击上的这种质量 是西亚清跟白玉破来的比较重 对 如果说林婉清跟林小敏他们的这个轮转 还不如 西亚清跟白玉破的话 那真的就不行 那就别得了 因为林婉清跟林小敏 他们真的是属于专业的 是 雙打 他们在之前出赛过两场 包括在预赛打败土银的 程奇亚跟程玉杰直落二 那么在小组的决赛呢 也是打败土银的张敬慧跟张兴田 是先输一局再连赢两局 那么赢土银的程奇亚跟程玉杰是 昨天的准决赛直落二获胜 所以他们之前出赛两场是全部获胜 那么徐亚清跟白玉破呢 在昨天的准决赛是打败雅伯的 谢佩珊跟梅子征 谢佩珊 或许应该是谢佩珍的妹妹 也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这名字倒是有蛮接近 是 如果说这场比赛 如果台电的林婉清跟林小敏 如果能够赢球的话 那就有趣了 就必须打第五点 第五点是核酷A是派出江美贵 台电A是派出刚刚打双打的洪诗涵 还是现在广共是这 15比8 坦白讲如果以我们对双打的认知来讲 林婉清跟林小敏如果赢球 应该才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结果 因为徐雅琴跟白玉阔 他们根本就是双打的只是业余性质起家的 是奸打 是他们的奸向 因为今天后场的想要做一个过渡 结果自己打车 出界了 对 我们记得在两年前的优霸杯的赛事 当时印度队的第一好手塞纳内瓦尔 跟印度的二姐辛度 也曾经偶尔客串一下双打 可是每次打都被打得溃不成全 好像出赛了两场全部都失败 这球飞越过了林小敏的防线 好像这球看得不是很准 他步伐已经往前画 可是球好像是从他身后飞越直接落地 好像分球的意识更强烈一点 林小敏 土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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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不容易 19比12了 哇,還是出界 還是出界,我過不了 很顯然的,徐阿琴跟白玉珀在雙打的賽事裡面對風的控制完全是相當的外行 對,接連的打掛網 20比14,剛剛主審李國強先生在他身前的這個寄分版很明確的寫著20比14 出界了,沒問題 最終林婉清跟林小敏代表台電A隊的選手 在第1局,第4點的第1局是2比1 21比14,取勝了徐阿琴跟白玉珀 那麼稍早徐阿琴也曾經在單打裡面輸給了台電A隊的林營軍 還好靠著白玉珀的單打 也是經過三局的苦戰2比1 打敗了台電A隊的陳述與搬回一程 緊接著在雙打方面呢 合作近乎A隊的吳蒂蓉跟謝佩珍 則是非常輕鬆的直落二 打敗了台電的江凱欣跟洪世函 現在來到了第4點 徐阿琴跟白玉珀兩個單打的高手要攜手合作 迎戰台電A的林婉清跟林小敏 現在打完第1局 林婉清跟林小敏率先取得1局 程當中的一連任 小米 小米 曹 急 抓住 那快來 蛇 OK 好,現在來到第二局的賽事 看看 林婉清跟林小敏 有沒有可能繼續乘勝追擊 這次是林婉清跟林小敏的出界 是,所以B城後場的出界也是一種打法 對,不過剛剛從雙方的互相的來回的拍數看起來 其實不只是說輪轉 就是分球的意思感覺 也是林婉清跟林小敏要稍微強烈一點 比較鮮密一點 反而是徐雅清跟白玉珀呢 大部分都是用雙打的 應該說用單打的打法跟對手來周旋 好球喔 是 我今天攻擊的角度也相當的不錯 對 很輕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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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 是 上個禮拜結束的優吧貝賽事 徐亞晴也等於是單雙打兼顧了 他最忙了 不過他的雙打 他並不是跟白玉珀來合作 而是跟陳曉歡來合作 應該這一球出界 哇 這個角度漂亮 林婉清打了一個大隊角的披薩 而且像過往就墜了下來 非常漂亮的角度 那麼今年徐亞晴跟白玉珀 在雙打的賽事合作 其實只贏了一場球賽 那就是在亞洲團體錦標賽的時候 是打敗斯里蘭卡的對手 其他他們出賽那麼多場 幾乎都是敗北搜場 都敗北搜場 在往前想做一個對角的分球吧 可惜直接打掛網 掛網的是林曉敏 這個球打得有一點是不像 好像又要分球 又好像是要做一個封網的動作 結果什麼都不對了 哇 今天等於是背對鏡頭這一方的選手 出底線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是 好 徐亞晴白玉珀又連拿五分 連拿三分 哦 連續的進攻 最後還是靠著林曉敏在往前的攻擊的對比 哇 掛網 後排想做個虛攻 白玉珀直接打掛網 這位是核酷隊的女子雙桶的教練 胡崇賢現實 哇 追求 界內 界內 剛剛林曉敏看一看現實 也只能搖搖頭 這球分得不錯 剛剛林曉敏的隨球上網 擋上的確是我國這個女子雙打選手當中 難得出現的好動作 也是因為有漂亮的擋上 所以自己分才能夠很結實地拿下來 是 發球的這位是林婉清 哇 突然打一個變線對角 在後退當中能夠打出那麼高質量的好球 林曉敏這一分呢 拿的也是貨真架實 哇 接發球直接進攻 徐雅清 是 中指的對手這一波4比1的攻勢 哎呀 這球也是幸運球吧 幸運球 哈哈 嗯 這球是不是白玉破爭球裁判 希望換一個球裁判沒有同意 應該是林婉清他們要換球 所以白玉破交給裁判看 哈哈 剛剛白玉破呢是受到了一個近身擠壓球直接呼球出界 林婉清跟林曉敏 在打出了一個超前分 哇 這一分是不是林曉敏在走位上面有一些失策 是 有一點被騙到 嗯 他人已經對往前 而且在中場的附近對手呢是直接往後場直接壓 現在來到了10比10平手的決定 這是第二局的比賽 在第一局呢 台電A隊的林婉清跟林曉敏呢率先拿到第一局 21比14 不過在總的點數上面呢 現在是台電A隊是以1比2輸給合作青庫A隊 合作青庫A隊如果贏的話會締造 應該說是全國羽球排名賽一個新的一個記錄就是16連霸 對 好 剛剛林婉清跟林曉敏是一個回球的出界 需要請跟白一破11比10一分的領先來到了第二局的技術暫停時段 這是今年105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 這是今年105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 稍早在男子甲骨方面 合作金库A队 是已经顺利的以3比0 直落3打败了对手 土银A队 等于是 在失掉了三年的王座之后 拿到等于说四年来的第一个冠军 这也是他们队史上 第十座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的冠军 这是合酷男子队的战绩 现在来到了女子甲骨的冠军赛 这个分球还是意识比较强一点 是 不过最终还是出界 在第二局的后半段 徐亚清跟白亿波已经连拿2分了 双方的胎子都很 结果最终的是白亿波一个人打两个人把这一分给要到了 连拿3分 追秀也守得非常漂亮哦 对 整个看起来整个攻防态势是台电A队的林婉清跟林小敏的防守 似乎要比较严密一点 不过在攻势来讲 的确白亿波跟徐亚清 他们或许是受过专业的单打训练 他们的攻势感觉是比较强而有力 哇 还是出界 哇 到目前为止 等于林婉清跟林小敏到目前为止 等于是只拿了一分在整个第二局的后半段 好 这球好球 反而徐亚清好像被蒙蔽了 不知道怎么样来移动 哇 这球丢得分数有点莫名其妙 是 这个有点手法 做一个下手回球转身变现的动作 可惜林婉清这球有点手软 让台电A队的攻势没有能够持续下来 13比16 台电A队的林婉清跟林小敏还是在整个第二局啊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落后 好 球 这球应该是阴赛吧 这球发球的角度就有一些变化 反而造成了徐亚清的直接接发球的挂网 好 不错 连得三分而且把比分给咬上来了 仅仅剩下只落后一分15比16 刚刚一度最多是落后多达4分 攻击的机会来了吗 这球其实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大角度的对角分球 好球 哇 这个角度打得没话讲 在对手的左前方直接落地 好 连得四分之后 现在终于把比速给扳平了 这是11比11之后呢 再一次的平手 好 台电A队的教练张锋敬 当然这个时候显得似乎 稍微比较更激动一点 哇 这球界内 嗯 界内 好球 这球晃得有点 太大雨了 对 刚刚放球的是林小米 嗯 中秋他比较年轻了 今年呢 他还不满20岁 哇 还是出界 嗯 今天我们看到 当对手强攻 在背对近同这一方把球淘起之后呢 出界的球非常的多 哎呀 还是挂舞 嗯 现在对手已经 在16比16平手之后呢 徐亚琴 白玉霍连拿三分 现在19比16 领先三分 林婉清跟林小敏看起来在第二局里面 嗯 现在是蛮危险的 好 这球漂亮 漂亮 嗯 要敢打出大角度的球啊 是 才有机会啊 富贵选中球 呃 其实虽然说 呃 林婉清跟林小敏 他们都能够做一个分球 但他们分球的角度 似乎还不够大 对 没有达到调动对手脚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 哦 出界了啊 接发球 想往后场压 而且做出了角度的微调 结果调得太大了一点 直接出界 出边线 哎呀 在后排的林婉清在追分的时刻 这个自己打挂网 嗯 这个逆转的气势啊 这个真的为之中错 是 因为对手已经来到20米18 拥有两个局末点 嗯 嗯 这个第二十分丢的有点 让人家马上泄气的感觉 好球 嗯 好 先瓦解了一个局末点 现在这一球 应该很关键了 如果这一球 台电A队能够得分的话 林婉清 林小敏 也许有机会有一鼓作气啊 两局就终结对手 当然对徐亚清跟白玉破来讲 这一分一定要守下来 才能够打第三局 一分等于一局 何等的巨大 哇 这球是 只知道用力啊 这个应该有时候要自取 不要以力敌 嗯 虽然能够瓦解对手的一个局末点 但是第二个局末点 却未能够守下来 想要一味的强攻 最后却是效果 适得其反 是 欢迎之前打完前两局 第一局是 台电A队的 林婉清跟林小敏拿下 第二局是 合乎A队的 徐亚清跟白玉破 搬回一城 待会要进行第三局的赛事 好 现在对白小马跟徐亚清来讲啊 应该 是一个 刚刚第二局是一个 转为为安的一局 如果 现在在第三局里面 他们能够 拿到这一局的胜利的话 就等于是 终结比赛的重要的一局 会 以总的点数 3比1 合作进入A队 以3比1 打败台电A队 所以 在连续三年呢 两队的冠军争霸 都可以获得胜利 而且可以缔造 赛 赛会史上 最长的联罢记录 在全国一球团体锦标赛里面 达到了16联罢 连续16年都拿冠军 哇 这球 看起来 打的还是稍微客气了一点 哎呀 可惜 嗯 这球搓球没搓过 让徐亚琴跟白蚁破呢 追回一分 打成1比1平手 第三局刚刚开始 现在合乎队在总的点数上面是 2比1领先台电A队 如果合乎A队能够获胜的话 哇 哇 连续的15 哇 对 这样的就比较麻烦 对 现在 就是要尽量把白蚁破跟西亚琴的分数给压低 对 他们等一下才有够这个本钱 在打顺手位的 在顺风位的位置 哇 嗯 这个球就很明显看出来 都完全没有用角度来调动对手 哈哈 好球 嗯 刚刚在前排呢 直接把球给拦下了 是 得分的是林婉清 现在发球的也是林婉清 他所代表的台电A队 目前 在点数上面是1比2落后 好 现在跟对手 合乎A队的曲亚琴跟白蚁破 打 双打第四点 前两局是 双方各下一城 现在来到决胜的第三局 换句话说 这一局啊 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 哇 还是没过 嗯 这个林婉清已经 刚刚在同样的位置 是连续第二次失误 是 倒是林小敏这次能够压制对手 在往前的建功 哇 好球 这次发长球啊 其实是一个败笔 因为发的不够长啊 刚好对手身高是173公分的白玉破 等于不费摧毁之力啊 在揭发球就可以采取进攻 哇 哇 这个球捏车走得快 对 这球拍着动作 是 其实今天 与西亚琴的表现来说是最不稳定的 所以今天西亚琴有可能 会成为他们后期上攻击的目标 但是相对的在 白玉破来说 他的表现就比较不稳定 而且他的攻击也能够造成对手 打出界的这种攻击 他来打的比较多 但是西亚琴的攻击就没有什么效果 对 那么事实上西亚琴 刚刚在打单打第一点的时候呢 也是 呃 落败收场 哇 这球 哦 那分球是对的 但是还是挂网 哇 今天 来到第三局 林婉清的这个摄入 呃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造物 是 呃台电A队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其实 林婉清来说 他是比较能 不会大起大落 那相对的在林小敏来说 他也是算比较稳定的 哇 这球 幸运球吗 幸运球 这球是拱网而过 这球 连白玉破都笑了 是不好意思笑的 还是开怀的笑 大概都有 好 现在 旭亚清啊 白玉破现在 有三分的领先 哇 这球又是失误 是 基本上已经是 哈哈 斜着腰来打球了 嗯 所以当然重心 已经被拉开了 好 这段时间 4比4之后呢 旭亚清 白玉破是打了5比1的攻势 哇 对林婉清跟林小敏来讲 呃 如果输掉了这一局啊 呃 他的队友 负责第五点的洪诗涵 也不必出赛了 呃 因为他们会1比3落败 会让合固A队呢 顺利完成16连霸 在全国羽球团体锦标赛 完成16连霸 哦 后排的白玉破自己打挂网 是 嗯 好 让林婉清跟林小敏稍微喘一口气啊 刚刚一度是落后4分 现在落后3分 哦 想要带一个比较大的角度啊 顺便达到分球的效果 可惜 直接出界 哦 教练 合固队的双打教练胡从贤 看得也是 非常紧张 在场边的频频喊话 好 现在 终于 终止对方的连续得分 现在来到了10里7 好 好 刚刚 其实位置已经 蹲打已经 马步已经站得非常稳了 但是 可能这个球还是稍微快了一点 受到了一些挤压 直接把球打出界外 好 好 对林婉清跟林小敏 现在正是追分的时候啊 最好 顶多在 第三局的后 前段啊 顶多就输一分了 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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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打了4比1 现在9比10 如果能够把个分数追上来 那当然 在第三局后半段呢 虽然是待会要打顺风球啊 可能 至少分数不会落后太多 也许还有赶的机会 不过 这球 直接 没有处理好 让徐亚琴跟白亿波呢 是带着11比9 2分的领先来到了第三局的 技术暂停时段 在人民旅行 台湾 好球 我来 remote 把址不断 我开的 在给大家 還有一次 热闻 现在裁判已经在 吹赶双方比赛的选手赶快进场 11比9两分的领先 对林婉清跟林小敏来讲 这对比较专业的双打 其实还是有机会 能够扳倒眼前这两位 由单打高手所组成的双打组合 好球 这个角度打得相当大相当偏 好 现在仅仅落后一分 第三局到底路使谁手还不晓得 当然最重要的对林婉清跟林小敏来讲 他们这个旧球尽量不能出底线 没错 今天双方加起来出底线的分数太多了 绝对两队加起来绝对超过21分以上 绝对超过一局一队的得分 好球 这小球送得漂亮 刚刚是让林婉清完全扑空 好 所以适时的随球上来 尤其在站住主动攻击的时候 你一定前排 一定要有人 不能说两个人都在后排 这个球就是在西亚清来说 他的回忆球的质量还有变化都不够 西亚清跟白衣朋友还是要做一些意见的沟通 不过刚刚好像主神已经在倒数计时了 叫他不要拖时间 这个直接压后场 林小敏感觉上对这一球是毫无办法 对对球往反手拍的击球 当然难度很好 哎呀 这球 刚刚有一个主动机会 是不是把球送得太短 反而让对手能够化被动为主 我们一起拆取进攻 直接得分 还好 还好 这个虚弓球直接挂五 把分数继续压缩在落后两分 对台电A队的林婉清跟林小敏来讲 这不能维持太久 因为分数如果交替而上的话 如果继续落后 这样的分数会越来越危险 必须有一段的或者有一串的这个攻势来超越对手 对球会不会有可能是出界 不过还好 最终对手是没有回击过 是 刚刚西亚琴那一球可能出界 有可能出界 是 所以他几乎来说是有一点站在后线在打球 不过这有时候真的太投入了 也很难了 连续的进攻连得三分 又把比分给班庭 十四比十四是第三局第四次平准 不过马上对手又急出边线之外了 在后排的进攻感觉林小敏不是太稳定 其实刚刚的一球 感觉上也有可能出界 不过有时候这个选手真的太投入比赛 这难免 如果你一直在意这个球会不会出界 那根本就不必打球 对要凭感觉 对 直角而且最主要的直角会从中标 嗯 哦这球 好球哦哎呀 还是救回来了 想要做一个变数 可惜没有过啊 对 反而又被对手把分数再要连三分 连要了三分回去 自己得了三分 对手也得三分等于刚刚是白打一场 是 这一球其实非常的关键 因为这一球其实双方面的在对手来说 齐亚琴已经倒在地上了 对 但是白亿破联系救几个选球 这个救了这几个选球就非常的关键 因为这几球其实每一个球都有可能是台电的自胜球 但是他都救回来 造成是林婉清后向这个披萨变数的失误 太轻 想要水球上满 但是力量不够 好这是对林婉清跟林小敏来讲 这一波攻势看能带起来 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哦 嗯 现在他们还是以15比17落后两分 如果这一波攻势没有办法能够连续制造得分的机会 可能就不太乐观了 哇哦 18比15 现在 齐亚琴跟白亿破已经领先3分了 嗯 如果这一分再拿下 对徐亚琴跟白亿破来讲 胜利可以说就倒数计时了 哇 好球 飞越了这个对方的防线 直接空降得分了 哇 这球打得漂亮 嗯 够高 而且又不出界啊 啊 不过 哈哈 林婉清 真的真的今天 打费台天A队会完成16连霸 是 接下来这一分就是今天最关键的一分球了 好 好 我们看看到底 徐亚琴白亿破怎么打 哇 压得很好 嗯 还有机会 对 没想到反而是林婉清跟林乔敏 逆势把这一分给抢下了 不过 抢下这一分还不够 好 如果没办法抢下未来的两分 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哇 哇 出界 林婉清这个对角的分球直接出界 让徐亚琴跟白亿破线呢 20比17 哇 冠军点出现了 有三个冠军点 嗯 如果赢得这一分的话 16连霸 和库A队 就可以拿到今年女子甲组的冠军 好球 嗯 这个大角度的变化 林小敏调整得很好 变化得很好 而且打出漂亮的制胜球 先化解一个冠军点 不过对手 还有两个冠军点 这真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任务 要化解三个冠军点 真的蛮难的 是 而且今天坦白讲 这个林婉清跟林小敏 他们打的并不是说太稳健 这几球倒是打得相当不错 最后还是后排的林小敏呢 要做一个评级 结果直接挂网 让徐亚清跟白玉破呢 是以21比18拿下了制胜的第三局 那么总第三局的比分是14比21 21比19 21比18 代表合作金库A队的徐亚清跟白玉破 在第四点的双打呢 是2比1打败台电A队的林婉清跟林小敏 而且总的来讲呢 现在合作金库A队是以3比1打败了台电A队 所以他们等于是在这个女子家族的冠军赛里面